加州众议员周本利最近举行抗旱节水座谈会 邀请多位水利部门的官员还有专家来介绍盛盖博谷地区旱情严重的程度 希望号召民众跟当地的企业都能够加入省水的行列 南加州连续四年的旱情让政府强硬的推出了限水令 为了号召民众和当地企业加入到省水的行列中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近日举行了抗旱节水座谈会 邀请到了多位水利部门的官员和专家 介绍圣盖博谷地区的旱情严峻形式 参加座谈会的政府官员和水利专家包括 圣盖博谷水区理事会理事黄太平 圣盖博谷水质管理局主任曼宁 圣谷供水公司水资源管理部经理丹阿瑞 圣盖博谷水区北部管理处经理沈查普曼 以及圣盖博盆地供水公司执行长詹佩罗等等 我们都知道加州有一个干旱的情况 现在已经第四年了 这个情况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善 所以我们今天就带了好几个 对这个水有专业的人士过来 专家过来跟我们谈一下 在加州这个干旱的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呢就还有呢就我们怎么样来处理 还有找那个solution来解决这个干旱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州政府已经通过好几个提案 怎么样来把钱用钱来帮助怎么样来帮助 有需要的那个人 还有呢很多方法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干旱的问题呢 就包括比如说怎么recycle water recycling desolination还有其他那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省水啊 怎么样来配合每一个人都一起来 节省那个水的用途 根据加州水资源部的调查显示 加州的汉勤创下了美国最干旱地区的历史最高记录 截止到今年4月1号 加州积雪的蓄水量已经下降到了平均水平的5% 这是1950年以来最低的历史记录 而积雪融化后提供的水资源占到了加州用水量的三分之一 面对逐渐恶化的环境 虽然各大城市都完成了节水25%的指标 但是对于民众来说任重而道远 希望大家从我做起积极节水 您省下来的每一滴水都会对未来做出巨大的贡献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